我們是非常關注阿市的情況 尤其是它作為一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機構 要遵守廣播條例和有關牌照方面的條款 它一定要有足夠的財政資源和人手 去提供它作為一個持牌機構的服務 我留意到最近亦都是因為欠身的事件 亦都有一班的員工已經是離職 這方面通訊事務管理局 是跟它們密切的聯繫 亦都多次通出它要根據牌照的條款和條例 提供所需要的服務 如果通訊事務管理局是發現有違規的時候 會作出懲署 我亦都留意到 勞工處在這方面已經發出了34個 將傳票是關於去年7月至9月份的 這些欠身的事件 亦都就11月這個欠身事件 會繼續搜集證據 我希望在源頭那裏 股東和管理層在源頭那裏 能夠解決到這一方面的財政方面的問題 就是關於軸牌方面 軸牌方面大家都知道 軸牌的考慮因素 當然它機構的營運 它的運作和它的財政方面的穩健 是非常之重要的 剛才我提到通訊事務管理局 已經在去年11月 就它這方面的各個因素 遞交了它們的建議給行會 通訊事務管理局 亦都在這段時間裏面 密切和亞視有聯繫 如果有進一步的它認為 進一步是需要補充資料的時候 它會提供行會去考慮 這方面我們作為局方 亦都和通訊局 就是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 是有緊密的聯繫